大家好 今天圆圆呢 讲一个民族的片段历史 哎呦我们这楼下啊 每天上午 唱一上午的红歌 永远是那几首歌 后来想想可能他们 确实 这个岁数的人啊 不会唱别的歌 好我们开始 在苍凉的 阿尔多斯高原上 吴定河 蜿蜒的流向远方 吴定河 是一条小河 它是蒙古游牧地区 和陕北农耕地区的 分界 有一首描述 民族战争给普通人 带来巨大痛苦的 著名诗歌 使他呢名垂千古 世嫂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湖沉 无陵无定河边谷 游是春归梦里人 岸边是辽阔的草原 湖泊点点 洁白的羊群在悠闲地吃草 有一群骏马飞驰而过 几座洁白的蒙古包 点缀在蓝天绿海之中 草原上 一个漂亮的蒙古小姑娘 在追逐着一只小白山羊 她的鹅姬 鹅姬就是她的妈妈 正在无定河边洗马 骏马 谢意地打着响鼻 鹅姬就牵着马走过来 乌纳楚回家了 乌纳楚欢笑着跑过来 鹅姬把她抱到马背上 然后自己也一跃而上 两人骑着马 在缓缓地走着 河对岸 有几个汉人向他们挥手致意 鹅姬呢 也笑着向他们挥手 乌纳楚呢 就呆呆地看着 然后问 鹅姬 为什么那些人穿的衣服 和我们的不一样呢 鹅姬笑了 他们是汉人 乌纳楚又问 那我们是什么人啊 鹅姬告诉他说 我们是蒙古人 鹅姬还是搞不明白 鹅姬 为什么他们是汉人 我们是蒙古人呢 鹅姬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太阳呢 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呢 嫁到了长江的那一边 小女儿呢 嫁到了黄河的这一边 嫁到长江那边的 大女儿呢 生了一个孩子 就用仇子呢 给她做了一个包裹 取名呢 就叫汉人 小女儿呢 也生了一个孩子 就用瘦皮呢 给她做了一个包裹 取名呢 就叫蒙古里亚 懂了吗 乌纳楚说 啊懂了 我们都是小女儿生的 我们和汉人是姐妹 对吗 鹅姬夸奖她 乌纳楚真聪明 嘉静二十九年 一五五零年 乌纳楚呢 出生于威拉特 土尔沪特 部落 他的阿爸呢 哲恒阿哈呢 是该部的首领 这个部落的珠穆地呢 在今天的内蒙古 阿尔多斯市 乌神奇一带 就挨着陕北的三边地区 乌纳楚呢 原名叫中金 意为呢 就是高贵的意思 他天生丽质 自幼聪慧过人 通孝汉语 饱读诗书 史书记载呢 他是又迎接善藩书 震而美咸骑舌 此时的他啊 并不知道 民族的重任 就要落在他 又嫩的双肩上 自打这个朱元璋啊 推翻了蒙元 残酷的民族战争呢 一直在蒙古各部 和明朝之间呢 进行着 直到有一天呢 乌纳楚 被强悍的阿拉塔汉 取回家了 乌纳楚呢 度信这个 藏传的佛教 天性呢 善良平和 他的到来啊 就给这个 刀兵相见的 这个猛汉人民呢 就带来了转机 这个乌纳楚啊 对蒙汉人民做的好事呢 太多了 在这里呢 远远只说两件吧 一件呢 是他建成了呼和浩特 这啊 其实真的是一件天大的事 当时张居正 在这个明朝的 有一些这些明白人啊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 欣喜若狂 奔走相告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 你蒙古人开始定居了 就说明啊 你不打不想打仗了 另一件事呢 就是开放边境 化干戈为玉帛 允许汉人呢 过来移民 这个政策一出呢 山西河北这一带啊 活不下去的这穷人呢 就纷纷的邪老邪幼啊 就过来了 他们呢 在这个浩瀚而肥沃的土地上呢 就开始开荒种地 支开夜散 落地生根 当时有一首走西口 就一直从那时候唱 唱到了现在 哎呀 那时候啊 如果要是有诺贝尔奖啊 他肯定够格 蒙古这个威拉特部啊 是蒙古各部入中呢 最为强悍的一部 而托尔护呢 托尔护特这个蒙古的 是这个威拉特部的一支 蒙古啊 它是个游牧民族 汉人呢 是农耕民族 这农耕民族啊 就是我只要盖了个房子 我就不走了 一代一代的呢 就在这个房子里呢 繁衍 所以啊 到现在啊 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传人啊 还是建了房子 就想买 甭管是走到哪 旅游去 都得先问一下 你们这房价多少啊 多少年的呀 哎呀 有一次啊 我去日本 到京都 这一路啊 坐火车 哎呀 我后边有两三个这个中国大姐啊 就一直在谈 在日本买房子 我都挺崩溃了 后来呢 又到印度 在飞机上 哎呀 听见了 也是在聊房子 因为印度呢 是 不让你外国人买的 于是啊 他们就讨论 怎么弄个合资公司 啊 怎么让这个 一个 找一个印度人 让他 以他的名义买 哎呀 那招都用的 听着都觉得敬佩 就是要买房了 接着说啊 这蒙古 蔚拉特部呢 是蒙古各部落中的 这个 不 就说 说到这个游牧民族啊 他是逐水草而居的 所以呢 他没有固定的居所 你打他吧 你老打不着 因为什么呢 他可以随时就走了 我没家 我随处哪都是家 这个1628年 明朝末期啊 托尔胡特人呢 就在这个 竹水草的过程中啊 就跑到哈萨克草原去了 渡过了乌拉尔河 最后呢 来到了这个离海 沃尔 福尔加河下游 在那儿呢 他们建立了 图尔胡特 汉活 生活了140多年 自古以来啊 俄罗斯呢 就不是个好东西 这个140年前呢 这个托尔胡特人呢 来到福尔加和两岸时呢 这沙特 不沙鹅呀 还没有染指这块人年稀少的地方 随着这个岁月 这个沙鹅势力啊 这逐渐就过来了 1761年呢 这个19岁的 乌巴辛继位了 成汉 这沙鹅呢 就欺负他年少啊 就让这个大量的 哥萨克移民 蚕食这个托尔胡特的牧场 结果他们的这个 部落的这个游牧场啊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同时呢 这沙皇呢 就发出预指了 就说 你要求你啊 必须放弃藏传的佛教 改信东正教 并且呢 在这个对外战争中啊 就强行的 征着这个征 托尔胡特的青年人 入伍 致使呢 这个很多的青年呢 都死在了土耳其的战场上 于是这个年轻的 沃巴辛呢 就召开了一个 将领会议 大家呢 一致选择呢 我们离开沙俄 回归祖国 最初的计划呢 是想等到这个冬季 福尔加河接兵了 这样呢 他们跟左岸的 霍尔特人呢 一起 合在一起呢 一起行动 可是那年啊 很惨 就是竟然呢 碰见了 罕见的暖冬 而且呢 这个沃巴辛 他们回归的 这个计划呢 已经泄露出去了 所以没办法呢 沃巴辛呢 就决定呢 先率领 这个右岸的 十几万 部落的人呢 单独行动 1770年 1月5号 我巴辛 亲自点燃了 自己的宫殿 接着整个部落 都燃起了 熊熊的大火 破釜沉舟 一去不回 这一路上啊 后边有这个 叶坎杰林娜 女皇 派来的 哥萨克骑兵 前边呢 有这个沙俄 他这个武装 堡垒的那些阻挡 这图尔沃普特人啊 一路上啊 伤亡惨重 但是呢 他们失智东向 当年7月8号呢 前锋呢 就已经终于 抵达了伊犁河 这个图尔沃特人 万里东归的消息啊 就传到 清廷了 立即呢 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这好多那个 怂头大脑的 马汉大臣们啊 就害怕 说这个沙俄 不喜欢这图尔沃特人 进来 这样他们要是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会 会打过来啊 可是呢 乾隆决定 打开边界线 欢迎图尔沃特归来 很快呢 清廷呢 就收到了这个 俄罗斯政府的召会了 说 这些人都是我们 沙皇的臣民 你们不能让他们 进入你们的国境 乾隆说 呃 什么你们的臣民呢 分明是我们的血脉 结果这个 俄罗斯啊 就又 露出了这个 一贯的流氓嘴脸了 说 你要是不把这些人 给我还回来啊 我将不惜 发动战争 这乾隆啊 一听 勃然大怒 小子 跟我来劲是吧 好 回答 尔等若要追索一等 可于俄罗斯境内追索之 我等绝不干预 然其已入我界 则尔等不得任意于我界内追逐 若尔等不从我言 避于尔等交战 远远就感叹啊 说这个乾隆啊 这一辈子 好像就干了这么两件好事 呃 第一件呢 是有意的 就是这件事 呃 再一个呢 是无意的 就是他的诗啊 写的太差了 以至于啊 他写了好几万首 没有一首 是历代老师要求学生背诵的 唉 贼喜欢 还爱提字 哪儿哪儿 你去吧 全是他的诗碑 嗯 1911年呢 在沙俄的策动下呢 外蒙古宣布脱离中国独立了 两年后呢 内蒙古22个部 34个旗王宫 召开蒙古王宫会议 通电反对外蒙独立 声明说 数百年来 汉蒙 九成一家 我蒙同系中华民族 自意一体出力 维护民国 注意啊 那个时候啊 还不兴花钱买通人一起说话 好话呢啊 没有大外宣呢 嗯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 1921年呢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这样的大思潮呢 肯定不可能不影响内蒙古 于是呢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 是什么呢 我们下期再说 好 下期见